清朝的时候 山西大同有个巡抚叫汪九命 他清楚的记得自己过去的三世 他第一世是个秀才 在一座寺庙里读书 后来他和一个妓女相好 经常把妓女带到寺庙行龌龊之事 寺庙里的和尚制止他 他不停劝阻 反而用恶毒语言咒骂和尚 和尚们一生气 就把他赶出了寺院 他怀恨在心 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 放了一把火 把寺庙给点了 烧死了几个和尚 和尚们把他告到府衙 判了死刑 他死后到了阴间 阎王一查善恶部 怒他好色强保 就罚他投生为和尚 出生后 他被父母遗弃在和尚庙附近 庙里的和尚收留了他 和尚们对他很好 想死也没机会 长到十二岁的时候 他想跳下身骨 又怕辜负了养育之恩 阴间的惩罚更重 就安下心来做和尚 到了三十岁 孽满自然死了 阎王查他一心向佛 没有什么大的过错 就把他拖生到一户农夫家 刚生下来就能说话 父母以为他是个妖物 就把他给溺死了 又拖生汪秀才家 汪秀才五十多岁 老来得子很高兴 便给他取名九命 希望他生命旺盛 活得天长地久 汪九命生下来一切都很清楚 但想到钱是因说话而死 就不敢说话了 到了三四岁 人们都还以为他是一个哑巴 一天父亲正写文章 刚好碰到朋友来访 就放下笔去会客 汪九命进来看到文章 不由济养 就带父亲把文章写完了 父亲会客回来 见文章已经写完 而且写得言语华丽 逻辑严谨 就向夫人问 家里什么人来过 夫人说 没什么人来 父亲感到很是疑惑 第二天 故意写了一篇文章 没写完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又悄悄返回 悄悄到窗户下观察 见儿子正趴在桌子上写字 等他写完了 父亲才进去 汪九命见父亲进来 大吃一惊 吓得跪在地上祈求免死 父亲很高兴 拉着儿子的手说 咱家只有你一个儿子 四岁就会写文章 真是个天才 这是家门之幸 这是好事啊 从此 父亲教儿子读书 十五岁就中了秀才 二十五岁中了进士 官坐到大同巡抚 打开